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先秦历史上 楚国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 从地理上看 华夏诸侯从最西边的秦国到居中的三晋 再到最东边的燕国 齐国 鲁国都在黄河流域 楚国呢 楚国是在长江流域 从文化上看 华夏文化以诗经为代表 楚文化以楚词为代表 两者的差异不但一目了然 而且天差地别 当然 当时的华夏诸侯会说 这不叫文化差异 这叫有文化和没文化的差异 这就导致 无论楚国有没有归附于周天子 有没有和华夏诸侯建交 又无论华夏诸侯在正式场合上怎么尊称楚国人 但在心里呢 大家都把楚国当成了蚂蚁之帮 把楚国人当成野蛮落后的外国人 史记记载 周文王的时代 楚人的首领玉雄 子氏文王 这话可以做两种理解 一是玉雄以子爵的身份效劳于周文王 二呢 是玉雄像儿子一样服侍周文王 我呢 更倾向于第二种理解 因为周文王恐怕没有资格给玉雄封爵 玉雄死得很早 首领的位置经过三代人传到了雄义 义是络绎不绝的义 跟我这个雄义同音不同字 这个时候 周朝呢 已经见过 周文王和周武王都去世了 年少的周成王在周公的辅佐下 统治着这一片 心打下来还没有多久的江山 非常需要盟友 周成王大举提拔 文王 武王时代那些功臣的子孙 雄义刚好赶上了这个机会 寿风楚蛮 有了子爵的头衔 周成王搞得这次分风 国语透露过一点消息 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春秋时代了 楚国早已经做打做抢 要和华夏诸侯里面最强的晋国争夺霸主 在一次诸侯盟会上 楚国和晋国争夺礼仪上的排序 都要当第一 晋国人私下商量 觉得仪式上的谁先谁后 并没有那么重要 看人家楚国发展到今天这一步 难道是凭着仪式上的出场次序得来的吗 想当初周成王在七山之南大会诸侯 楚国的国君还只是一个男蛮子 在会场上连自己的席位都没有 只能和东夷的一个小首领一起搞搞会晤工作 其实就是打杂了 等天子和诸侯们一入席之后 这两个打杂的汉子还得去会场前边看守火炬 当我们拿国语和史记一参照 就知道那个只配打打杂给会场看守火炬的 毫无存在感的小角色说的就是雄翼 雄翼受封的此诀是一个低级爵位 周朝封爵有所谓五等爵 从高级到低级 依次是公爵 侯爵 伯爵 子爵 南爵 和五等爵相关的还有一个地理区化系统 叫做五福 这个不是桑福制度里的五福 而是地理区化里的五福 所谓五福大体上说 由核心区到蛮荒地带 依次分为电福 侯福 宾福 妖福 荒福 具体是拿五个字 建议你看一下文稿 在五福里的级别越低 对周天子的义务就越少 到了荒福这个等级 要做的事就是朝见天子 表示一下服从的忠心 再进攻一点土特产 仅此而已 位于荒福的诸侯 一来和周王室的关系不深 感情的基础不牢 二来是距离核心区 山远水远 就算周天子 想让他们带兵来帮自己打仗 等使者通知到了 仗差不多也就该打完了 给雄义封此学 这倒不是对他有偏见 而是按照规则 凡是荒福的国君 通通都是此学 无论他的势力有多强 所以我们读春秋和左传 一提起各国诸侯的行动 经常是各种宋公 齐侯 曹伯等等等等 到楚国这里呢 就变成了楚子 这就好比今天开大会 名单上开列出席的首长名单 有宋部长 齐厅长 曹局长 等等等等 然后看到 这里边竟然还夹着一个 楚科长 所以历任楚科长呢 心里都有一根刺 没面子 于是我们才会看到 楚国在和华夏诸侯 争雄的时候 特别在意 礼仪排名这些 因为这根刺呢 在心里扎的 实在是太久了 当然 雄义时代的楚国 确实没资格和诸侯 争短长 因为无论是经济 还是文化 都差人家太远了 楚国人后来 缅怀这段辛酸岁月 说雄义 碧鹿蓝褛 以处草马 这就是 碧鹿蓝褛 这个成语的出处 碧鹿是柴车 蓝褛 不是破衣服 而是朴素的 不缝边的衣服 雄义就这样带领 楚国人民 在京山一带 开荒种地 生活状态呢 和野人差不多 好在天道酬勤 经过了几代人的积累 楚国开始有点实力了 反而当初 不可一世的周王氏 走起了下坡路 滑下诸侯 互相攻伐 这一代的楚国领袖 雄渠 渠是水渠的渠 他呢 观察着时渠的变化 说出了一句 很放肆的话 我蚂蚁也 不予中国之好事 话里 显然带着气 意思是说 你们总说 我们是蚂蚁 好好好 我们就是蚂蚁 那蚂蚁有蚂蚁的规矩 我们呢 用自己的规矩 不用你们中国的规矩 你们中国那套 封号 世号什么的 跟我们不打结 雄渠所谓的中国 指的是周王氏和花夏诸侯 雄渠有三个儿子 这一不予中国之好事 就把三个儿子 通通锋芒了 这就意味着 雄渠的每个儿子 都能和周天子 平起平坐 但这份张狂 没有能够保持多久 周天子换了人 换成了著名的暴君 周立王 雄渠不想惹事 只能忍下一口气 灰头土脸的 把儿子们的王号撤销了 就这样 又过了好几代人的时间 进入了春秋时代 强打起来的楚国 又克制不住 名号上的自卑感了 国君 雄通呢 决心再努力争取一下 于是 史记记载 在雄通执政的 第三十五年 处罚隋 隋是隋便的隋 隋国是机姓小国 虽然实力不强 但体内流着蓝血 和周天子同性 面对来势汹汹的楚国 隋国感到莫名其妙 对楚国说 我又没做错什么 你凭什么打我呀 今天我们看隋国的说辞 只会感到可笑 但这番话 在理智背景下 是可以成立的 楚国打隋国 使其用的动词是罚 讨罚的罚 以上至下 以正义打不义 才叫罚 如果哪个诸侯 犯了正的错误 周天子就会安排 几个诸侯呢 一起去罚他 只有天子 才有罚的权利 这叫 李越征法自天子出 即便李崩越坏了 李治的传统 也不是一下子 就能彻底消失的 诸侯之间的战争 总要找点正义的借口 才好意思开打 这时候还没有人会 直言不讳的说 我是想抢你的地盘 这跟你有错没错 都没关系 所以在隋国看来 楚国来打自己 总该说出几分理由才行 没想到 楚国的理由是这样的 我打你呢 其实真跟你没有关系 你看我实力这么强 我就是想请你帮个忙 跟你家亲戚周天子 说句话 给我换一个好听的头衔 隋国果然去向周天子 转达去了 原文是 请尊处 意思是请周天子 给楚国一个尊贵的头衔 假如周天子真的同意了 那么资质通鉴 也许就要从这一面开断了 但这位周天子 绝不允许乱用名分 断然拒绝了 楚国的无理要求 熊通气坏了 说出了一句名言 我自尊而 意思是说 既然周天子 不给我加一个尊贵的头衔 那我就自己给自己加 这就是自尊 这个词的原始含义 熊通不但给我们贡献了 自尊这个词 还给我们做出了一个 自尊的好榜样 推想熊通的本意 大约只想请周天子批准 把自己的子爵头衔 换成伯爵或者侯爵 但既然周天子不给面子 那就索性撕破脸 自己称王好了 就这样熊通自立为王 死后嗜好 也就成了楚武王 后来熊通死了 儿子继续称王 这就是楚文王 楚国就此开始了 世代称王的传统 后来不但称王 甚至问鼎 向周天子的使者 打听九鼎的大小轻重 九鼎是天子最高权威的象征 哪是旁人可以觊觎的 当然楚王不在乎 反正自己也是王 华夏诸侯 当然不认可楚王的王位 要么照旧称呼楚子 要么连子都不讲了 称呼楚人 比如春秋记载 楚成王带着一帮小弟 围攻送国 原话是楚人 陈侯 蔡伯 郑伯 许南为宋 这里边的 陈 蔡 郑 许都是小国 许国国军的爵位最低 是南爵 所以叫许南 如果依照爵位的高低排序 楚成王至少还能够以 楚子的身份 傲视许南 但春秋 在这里 彻底抹杀了 楚成王的爵位 只因为 他是这支联军的带头大哥 才不得不把他 排在最前 所以说 楚国国军称王 是长期压抑之后 自尊自强的结果 从这个意义上说 讲究名分的司马光 承认了这个说法 确实是疏忽了 那么也请你想想看 如果按照儒家最严苛的书写方式 资质通缺那一句 盗杀楚生王 国人立其子盗王 应该怎么改才合适呢 欢迎在留言区 写下你的答案 下一讲 我们来聊聊 楚生王贵为国君 怎么会被强盗杀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